我會把它寫在,放在雲端的解答裡面 第一個,你會發現就這三堂,其實真的不多 如果404,如果初題出到這一題,其實是真的蠻簡單的 只要記得比較容易出錯的是這個地方 就是從哪一個,假設五個字的話 從第四個字,所以有時候如果你實在是不知道該怎麼寫 其實你可以用類似的推理 然後推久的習慣,你自然就不會寫錯了 然後到負一,負一就是零就停下來,所以四到一 然後記得,step一定是-1 那最後輸出,這樣就完成了,這個是方法一 另外的話呢,還有所謂的方法二 那方法二的話,其實你會發現 跟剛剛最大不一樣是壞耳衣帽 為什麼?因為無窮回圈 那也就是說呢,當什麼情況下 會進入到回圈呢? 底下的話呢,我這邊有一個寫法是 一幅什麼呢? A不等於0的情況下 那就幫我怎麼樣? 就幫我做底下的事情 那也就是說呢,不等於0 意思是說,當什麼時候等於0? 當除除 有沒有,除除10,最後的話 假設是98765的話 第一次的話,先怎麼樣? 先取出什麼? 取出餘數嘛 這個A,假設A是98765的話 那餘數 10的餘數呢,就5嘛 所以先把5先輸出 然後除除10就是把5去掉 有沒有,然後再來就是6 再輸出6 然後再輸出7 剛好顛倒嘛 後面把那個除 把那個除除10就是去掉尾數 去掉尾數 去掉最後變0嘛 所以如果當它已經等於0的話 那可能就是就離開這個回圈 所以這邊的話有第二種解 不過你會發現 反而這種解法不如剛剛的來的精簡 而且可能需要再做那個 腦筋要轉換一下 然後解法3的部分就是說 這邊只是差別是多一個字串 也就是把那個9876不是直接輸出 而是先放在那個字串裡面 先放5、6、7、8、9 有沒有,然後最後再print出去 當然各有一個缺點 不然的話像這個是直接輸出 我拿到一個5 我就直接丟一個5 6一直往外丟就對了 那上面第一種方法就是 如果你只是純粹輸出到那個什麼 就是我們程式Console 下方print出來 那如果說你將來要輸出到什麼 比如說可能你將來要輸出到別的地方 比如說輸出到檔案 像我們之前存檔的時候 常常會講說你要串接完 再write出去的話 那你就用方法3 ok 才有辦法做存檔的動作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方法呢 主要是先把它記錄完之後再丟出去 那另外的話呢 方法4的話 其實你會發現呢 這個地方主要是怎麼樣 把這個字串有沒有 當成是串列來用 也就是說我先怎麼樣 先外面包一個list 然後呢小瓜糊 意思就是說我把什麼 把987 98765 把它變成一個串列 假設我現在把它先輸出的話 可以解釋一下 這邊的話 主要是怎麼怎麼 404 這邊的話 其實是這樣 多一個reverse 就是說呢我把這個轉型 把它print成 比如說98765 然後呢把它變成一個list的話 假設我現在把它先輸出的話 98765 有沒有發現 意思這一行的敘述就是 我就直接把它轉成一個串列 那這個串列裡面呢 那就分別放9876 有點像什麼 把它剖開來了 有點像資料剖析 有沒有 剖開來了 然後呢 你串列裡面一個 就放一個數字 一個就放一個數字 那如果我要把它顛倒的話呢 剛剛好串列裡面有一個方法 叫做reverse reverse 有沒有 那這個方法reverse 顧名思義 就是顛倒 把它顛倒 其實如果你不把它reverse 也沒關係啦 你就顛倒輸出不就好了 從最尾巴的輸出 有沒有 變L1 這個也是變成L1 L1 長度 瓜5-1 如果你不reverse的話 當然如果reverse的話 就直接按照順序輸出就好了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把它print 假設我今天是98765 有沒有 就輸出 56789 那我用reverse 就不要減 但如果我不用reverse 其實也應該可以 那我怎麼輸出呢 總長度有沒有 減1 然後呢 逗點 再到哪一個呢 到0嘛 所以應該是-1 逗點 也是-1 欸 感覺好像邏輯不就跟剛剛那個 蠻像的 欸 所以好像感覺有點多實力曲的味道 有沒有 就是 把它放在串列裡面 再一個一個輸出 那他再來就是 直接把自串當成串列一個輸出 欸好像這個真的有點像多實 不過這做出來結果也不一樣 看一下喔 98765 一模一樣 所以喔 方法4喔 只是呈現出 可以把它放在串列裡面 但是呢 並沒有比較有效的輸出 也程式當然相對也比較 比較複雜一些些啦 OK 所以這邊的話呢 總共會有多幾個方法提供給各位參考 OK 那待會的話呢 不定數的這個回圈BMI計算 這一題就相對複雜很多 為什麼 因為他可能就是 一定要不定數 因為我不知道要輸入幾個人的身高體重 所以你就要一直讓我輸入 欸 一直讓我輸入的話 那開頭一定是 快有E冒號 對不對 那輸入完畢之後的話呢 最後要輸入列印他的什麼呢 身高 體重 BMI 然後他的State 他的頻率 OK喔 然後 底下的話 最後 只要輸入-999 就停下來了 所以喔 這個部分請各位再稍微試試看 把剛剛這些 稍微了解一下 當然 將來的那個類似404 不見得你每一個方法你都要去Try 不過我是建議 這些不同的解法 主要就是讓你比較一下 其實真的 一個題目 不是說只有一個答案 那當然主要是說你要從這麼多答案裡面喔 可以找到一個你覺得最合適的這種解法 那對你來說是最好理解 而且最好是最直覺的 那也就最好了 你可以什麼 把剛剛的那個解答 通通把它先刪掉 然後呢可以用自己的 習慣的方法寫寫看 如果你也可以按照你習慣的寫法 也寫得出來 那考試就沒問題了 因為考試的時候 最怕的是 你一直在背人家的答案 那問題你背人家的答案喔 難免會忘記 那你一忘記完蛋了 然後你又沒有自己的解法 那等於那一題你大概就只能 就只能跳過了 不過還好是說這個考試喔 只要70分就及格 意思就是說喔 你大概可以有兩到三題喔 是不會的沒關係 但是你不能說超過三題喔 如果超過三題 那當然沒有70分就沒辦法計格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這個 404的其他解法 順便也看一下那個406 406這個不定數的回圈 然後BMI 這一題喔 這一題當然它題目裡面 主要是要我們 一直不斷輸入吧 輸入它要什麼 它要 這個 底下 輸入身高輸入體重 然後呢把那個 出體字的部分輸入 意思是說你輸入身高體重 就印出什麼 BMI跟State 身高體重 BMI 除非輸入什麼 負9999 就離開了 所以喔 根據這個規則喔 我們前面好像寫過類似的 所以你可以畫一帽號 然後讓它 輸入喔 請各位先試一下這個 406的部分喔 對 好 好 一整個